廣東省防總表示,颱風海馬可能成為有氣象記錄以來, 在10月下旬登陸廣東的最強颱風。 省防總將防風應急在應提升為二級,驗震以待,全力應對。 廣州中小學和幼兒院今日停課, 預料珠三角和山尾沿海有最高13級大風, 珠三角、越北、山尾有大暴雨, 各部地區有達到350毫米的特大暴雨。 澳門亦懸掛8號風球,市面基本平靜, 部分市民如常外出。 澳門通往離島的三條大橋全面封閉, 只是開放西灣大橋下層可通車。 對外的海空交通亦已停航, 澳門港澳碼頭有少量旅客受影響滯留。 在大老山和橫蘭島, 最高持續風速是每小時78和71公里, 最高陣風是每小時123和99公里。 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 預測是吹強風至烈風程度西北風, 漸轉吹西南風, 天音有狂風及大雨, 海面有大浪和湧浪。 展望明天的雨勢減弱, 隨後一兩日, 部分時間會有陽光。 現在的生活氣溫是26度, 濕度85%。 香港天文台發出最新熱帶氣旋警告, 8號西北烈風或暴風訊號現證生效, 表示本港吹西北風, 平均風速每小時63公里或以上。 在下午1點, 颱風海馬集結在香港之東北偏東約120公里, 即在北位22.7度, 東京115.3度附近。 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 時速約25公里, 橫過廣東東部移入內陸。 海馬正在散尾附近登陸, 本港將逐漸轉吹西南風, 先前受屏蔽的地方將會變得當風。 海馬的西部眼壁較為接近香港, 本港將有一段時間受烈風影響, 8號烈風或暴風訊號在下午大部分時間仍會維持。 海馬的雨帶正為本港帶來狂風大雨, 海面有大浪及湧浪, 市民要繼續保持高度警覺, 遠離岸邊,停止所有水上活動。 在過去一小時, 樓浮山、赤立角及天星碼頭分別錄得的最高持續風速為 每小時74、71及65公里。 最高陣風分別為每小時105、84及86公里。 重複, 海馬正在散尾附近登陸, 本港將逐漸轉吹西南風, 先前受屏蔽的地方將會變得當風。 有關最新的天氣情況, 請留意香港電台在15分、30分、45分及搭陣的風暴消息廣播。 這一節風暴消息已經報導完畢。 下午1點, 香港電台由周曼聰報到新聞。 8號西北列風或暴風信號現證生效, 颱風海馬正在散尾附近登陸。 8號信號會在下午大部分時間維持, 而本港會逐漸轉吹西南風。 由高級科學主任李梓祥, 講述最新的風暴動向。 下午1點, 颱風海馬集結在香港東北偏東大約120公里。 我們預料海馬會繼續採取西北偏北方向, 橫過廣東東東部和二入內陸。 從最新的雷達圖看到, 海馬已經逐漸準備在美附近登陸。 我們亦看到海馬的眼壁西邊的雨帶已經影響香港。 我們相信這個雨帶會下午為香港帶來烈風和大雨。 所以8號的信號會在下午大部分時間維持。 風方面, 我們預計隨著海馬逐漸登陸和二入內陸, 風的方向逐漸由西北方向轉為西南方向。 所以之前受到屏蔽的地方, 可能稍後會變為當風。 所以市民要謹記風向的變化。 天氣變化方面, 我們剛才說了, 我們現在受著海馬的雨帶影響。 所以接下來會有狂風大雨。 而風方面會吹強風設列風程度的西北風。 逐漸會轉為西南風。 而海方面, 海面會有大浪和湧浪。 所以市民應該盡量遠離岸邊和停止水上活動。 在尖沙咀海旁風勢強勁, 有市民和遊客到海旁一帶追風, 交給現場的臨漢山報導。 在尖沙咀海旁。 中午過後, 這裏的風勢已經明顯逐漸增強。 吹到個人也有少少站不穩。 而樹木也被吹到左搖右擺。 雨勢也越來越大。 海面上見到有很多白頭浪。 浪不停拍打岸邊。 海水有時甚至會打到岸上。 不過不少市民繼續在海旁追風和拍照。 有家長甚至帶小朋友來。 特地由將軍澳開車來尖沙咀追風的市民吳先生說, 大風迎面吹過來時覺得很清涼。 風勢也不是很強勁。 覺得很舒服。 也有如深圳來香港的旅客說, 在尖沙咀追風, 視野很廣闊和壯觀。 覺得很舒服。 而天文台呼籲, 由於海馬的雨帶正為本港帶來狂風大雨。 海面有大浪和湧浪。 市民應該繼續保持高度警覺, 遠離岸邊, 停止所有水上活動。 我在尖沙咀現場的報道是這麼多。 先交換給直播室。 謝謝林漢山。 而在橫蘭島和大老山, 最高持續風速是每小時78和71公里。 最高震風是每小時102和105公里。 香港天文台發出最新熱帶氣旋警告, 8號西北列風或暴風訊號現證生效, 表示本港吹西北風, 平均風速每小時63公里或以上。 在下午2點, 颱風海馬集結在香港之東北偏東, 約110公里, 即是在北緯22.8度, 東京115.1度附近。 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 時速約25公里, 橫過廣東東部移入內陸。 海馬已經在傘美附近登陸, 本港正逐漸吹西南風, 先前受屏蔽的地方會變得當風。 本港將有一段時間受到列風影響, 8號列風或暴風訊號 會在下午的大部分時間仍然會維持。 海馬的雨帶正為本港帶來狂風大雨, 海面有大浪及湧浪, 市民應該繼續保持高度警覺。 遠離岸邊, 停止所有水上活動。 在過去一小時, 天星碼頭、長洲和樓浮山 分別錄得最高持續風速為 每小時69、75和75公里。 最高陣風級別為 每小時88、102和109公里。 另外, 留意香港國際機場的航班 可能會受到天氣影響。 旅客前往機場前, 請先向航空公司查詢航班情況。 有關最新的天氣消息, 請留意香港電台在15分、30分、45分和搭證的風暴消息。 這一節風暴消息已經報導完畢。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2點01分, 香港電台現在由周曼聰報導新聞。 8號西北列風或暴風信號生效, 颱風海馬已經在散尾附近登陸, 西側的雨帶症影響香港。 8號信號在下午大部分時間會維持。 高級科學主任李梓祥, 講述最新的風暴動向。 在下午2點鐘, 颱風海馬集結在香港東北偏東大約是110公里。 我們預計海馬會繼續海水西北偏北方向, 橫過廣東東東部和移入內陸。 海馬已經在散尾附近登陸。 同一時間我們看到其實在西側的雨帶影響香港。 所以我們預料這個雨帶會在香港一段時間帶來大風和大雨。 所以8號的信號會在下午大部分時間維持。 而風的變化方面我們可以看到, 海馬剛剛登陸, 現在我們就導致西北風影響。 但如果登陸之後再向北走, 我們就會進入西南風的範疇。 風向慢慢會轉到西南風。 所以市民要留意, 初時受屏蔽的地方可能稍後會變得當風。 市民要留意風的變化。 天氣方面仍然受著海馬的雨帶影響。 所以我們下午來說仍然會有狂風和大雨。 而風方面會吹強風至裂風程度的西北風。 逐漸會轉為西南風。 海面會有大浪和湧浪。 所以市民應該遠離岸邊和停止水上活動。 至於橫蘭島陸德的最高持續風速是每小時85公里。 最高震風是每小時115公里。 香港天文台發出最新的熱帶氣旋警告。 8號西南列風或暴風訊號現證生效。 表示本港區西南風, 平均風速每小時63公里或以上。 在下午3點, 颱風海馬集結在香港之東北約130公里, 即是北緯23.1度, 東京115.1度附近。 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 時速約25公里, 移入廣東內陸, 並逐漸減弱。 本港正逐漸吹西南風, 先前受屏蔽的地方會變得當風。 本港將會有一段時間受到裂風影響。 8號列風或暴風訊號仍然會維持一段時間。 按照現時預測的路徑, 海馬會逐漸遠離本港。 香港今日稍後風勢會逐步減弱。 天文台會在黃昏前後, 考慮改發3號強風訊號。 海馬的雨帶正為本港帶來狂風大雨。 海面有大浪及湧浪。 市民應繼續保持高度警覺, 遠離岸邊, 停止所有水上活動。 在過去一小時, 橫蘭島、天星碼頭和樓浮山分別錄得最高的 持續風速為每小時82、62和64公里。 最高震風分別為每小時111、80和91公里。 有關最新的天氣消息, 請留意香港電台在15分、30分、45分和搭正的風暴消息。 這一節風暴消息已經報導完畢。